你好 欢迎收看9月30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陆宇慧 国际知名通讯软体日前拜会的花莲县政府 计划要用它强大的线上平台 帮助花莲县来推广具有独特性而且高品质的产品 未来会举办系列的计划说明会 辅导课程还有甄选等数位行销策略 要让产品或服务在通讯软体上 就可以便利购买及送礼 为花莲的农友和业者带来更多商机和销量 人手一机的时代 不少民众会透过通讯软体交流情谊 日前国际知名通讯软体拜会花莲县府 双方就地方产业数位转型展开交流会谈 通讯软体代表表示 将提供补助计划帮助花莲中小型店家的数位转型 缩短城乡差距 为地方产业带来数位商机 通讯软体代表表示 此次计划除了嘉义 另一个选择的县市就是花莲 目标瞄准花莲农产品 伴手里体验油城在地店家和精品茶咖啡等 时数有构型的中小型业者 计划运用其强大的线上平台 帮助花莲县推广其独特且高品质的产品 花莲县府表示 此次专案合作将办理系列计划说明会 辅导课程 征选等数位行销策略 让产品或服务在知名通讯软体上 能便利购买或送礼 为花莲农友及业者带来更多商机和销量 透过平台扩大花莲业者的能见度 此次合作只是起点 期盼吸引更多青年返商创业 在地就业 为花莲注入更多创业能量 记得蒋邦彦 花莲师报导